一個特首上了任之後,一天解決一個問題都效率低了 誰知應該解決一個問題,他桌上應該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 你出來去曬冷,即是讓林鄭重本事,你自己用低等的方法去曬冷 但是你覺得你說出來之後,市民覺得你是一個好特首,你就用這個方法非常低劣 他怎麽只需要解決一個問題,也都市民都沒有心機去跟他數,說他在這段時間做了些什麼 因為官字九個口,你批評他,你上任多少天都沒有解決那麼多問題 他又跟你爭論,這些問題又不是那麼容易解決,不如這樣吧 你想做一個好的特首的話,你不如上任之後就讓市民看到 你先要解決最重要的問題,是吧? 我自己個人覺得他要解決最重要的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疫情 這樣的quarantine隔離的問題,究竟你能不能夠和中國通關 如果你不能夠和中國通關,我個人個人意見,覺得機會是非常小的 在他們現在的態度,既然你不能夠和中國通關,你會不會考慮和國際通關呢? 如果是的話,不如先做一件事,和國際通關先 因為很多人都知道這些都不是秘密來的 國泰的機師,連飛行時間都不夠 他們連續他的機師牌的機會都沒有 那你是不是應該要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香港始終是一個國際,在亞洲裏面有國際金融重審 既然阿爺都不肯和你通關,因為他有14億人的武漢肺炎問題要處理 那你不如索性,不如可不可以做了你能夠做到的事情,和國際通關 不如先做這件事,逐樣逐樣來 另外要解決的問題,其實多到不堪 你告訴我,你做人做事在哪個階段 發覺你今天是沒有問題要解決的 我只是做一個普通人,在香港是二等公民 我每天都有問題要解決,包括醫圖,包括去街市幫忙買東西 我每天都有很多問題要解決 公司可能有些廁所塞了,很多問題要解決 但是你是不是今天去告訴老婆 我今天回了公司,通了廁所 老婆是否也會罵你 你是公司CEO,你瘋了,你真的要通廁所 為何不做了最重要的事情 為何不找了狗賊出來,誰破壞你的生意 然後揭發他們去法庭告他 這是另一個例子,李家超想告訴別人 你多威風,你多聰明 那就解決了我個人覺得 可能你會想到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 我個人覺得通關是最重要的問題 你通不到大陸關,你就通國際關 基斯一定會感謝你,郭泰一定會感謝你 香港人也會感謝你 因為他們可以在長周末去泰國玩 可以去日本 通國際關的定義 就像我們現在來英國這樣,零 零加零 那些基斯快沒了牌了 你要不要這些人 是不是不理會他們 是不是香港用了大陸基斯 我不是排斥大陸人 但是,合米國泰將來用了大陸基斯 有沒有考慮他們怎樣請回那些人 英國,為什麼兩年之後要這麼決絕 或者這麼果斷地去解除這個lockdown 很多公司請回人都有問題 銀行那些branch真的不夠人到好教官 那些人work from home 習慣了轉了行就不回來你的零售業了 寫字樓的租金可能還是穩定會升的 在英國 但是零售的租金就跌到插水 因為很多生意轉了營 那就是希望他有個軟件去看看 究竟如果你真的想經濟好的話 第一件事是否想想想香港的Asian Hub 國際通關是不是很重要 你還在那裡無寧兩可的 有什麼條件我們可以同時間在中國又通關 國際又通關 其實應該都醒了 國內不會讓你通關 他的問題大很多 十四億人 他自己還沒搞定 這裡又lockdown 那裡又lockdown 有個個案的時候 他又要lockdown 像那些笑話一樣 在不知什麼大型的零售商店 有一個人確診 然後他想拉閘鎖閘 不讓整間店的人走 因為要跟他檢測 那些情況 他有很多這些問題要處理 什麼時候輪到他關心到你香港和他的通關 那些特權人士 回去大陸有廠那些 就繼續拿那些渠道回去管理大陸的生意 這些是商業的需求 但是人民的通關 普及的通關 包括我們平時拿回鄉證就能夠過關 那些 中國不會 entertain你 是不是 那不如國際通關 是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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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就放棄不飛到大陸 你港龍都死了 是不是 你就不肯救回港龍 現在港龍變成了大灣區航空 要人們在珠海上班 那不如考慮一下國際航班 人家BA Virgin 那些都不飛來了 是吧 考慮一下 通回國際關 不會的了 人家那把尺的對比 就像其他西方國家一樣 現在到了 打了三針打了四針 就不用再隔離了 是吧 現在你英國的確診都很高的 我不見到在街上有人戴口罩 我不見到有恐慌 去到很逼人的地方坐地 那些人自動自覺拿口罩出來戴的 這裏是 這裏是講人權和普世戒律官的社會 人家不自私的 真的 在香港見到越來越多這些自私的東西 在那些叫做一等公民的層次 在這裏見不到的 那些人是很懂得自律 見到很逼人的時候 就算老婆婆也拿了口罩出來戴著 不是那些謠傳 也不批評你怎麼戴口罩 英國人自己都會懂得戴 然後走到空曠地方的時候 就不會戴 這些東西其實是讓香港回復正常 是吧 人家的Benchmark是用西方國家來做Benchmark 你要搞這些東西 就像Rugby那樣 你搞Rugby 你真的要 只是給那些球隊 不用隔離 那些觀眾呢 那個政府大球場 坐幾多人啊 好像三萬多 二萬多 那二萬多裡面 有沒有20%是外來的人 以前也有 那你是不是要別人隔離三天 這些都是他們那些一等公民說的 我們那些二等公民不明白了 可以喝啤酒不可以吃東西 我們不明白了 都不可以考究他們那些一等公民的智慧了 搞定別人那些通關問題 你真的想搞國際的Event 那你就要拿國際的Benchmark出來做 很可悲 因為政府不用那些精英 只是用一幫傭 真是很可悲 我這句話又嚴重了 又挑撥了 令到人憎恨政府 一會兒又出國安法 Warrant Line我 所以你說 現在香港這些管治者 是不是很低等啊 香港這些管治者 是吧 即是你 如果我說的話 現在看到一些官員做的行為 好像蔡若蓮 在中大那個開學 那裡講國安法 那些學生都說 感覺上是有一個恐嚇 他只是出來說 為何犯校規 被人 全民都覺得他 你有沒有在香港讀過大學 或者你有沒有甚至乎讀過大學 你知不知道大學是沒有這些校規的 上課都可以走了 那些這樣的 第一天上課的時候 講國安法的時候 有一半人在那裡 都可能是 好像那些人說 是睡著了一覺 如果沒有睡著一覺 那些人都已經走了 那些人 你這樣去批評他 我是為他好 是吧 去批評他 讓他知道自己笨 不是 然後他去問一下 那些極端的藍絲 是呀 他挑撥 他挑撥 那就挑撥了 那就犯國安法 真的 還怎樣做選舉 下次做選舉 可能只剩下八九十萬票 沒有啊 我覺得是 即是 即是 根本 都是時候 其實香港人都是 我自己來了一個多月 真的覺得 越來越喜歡這個地方 因為對比之下 是真的沒有 香港現在 令到你這麼窒息 那 有能力的香港人 都應該要考慮一下 有一段 去到 有一段時間 我們已經是 很刻苦的 去 去 去 即是 經歷了他 以及去對抗了他 現在都是時候 過一些正常的生活 其實真的不妨都 躲回BNO Visa 來試試英國 你會發覺 是 真的 人是開心一點的 你走出去 英國是其中一個 最歡迎 多種族的地方 你走去公園走出去 中東人 印度人 亞洲人 烏克蘭人 很多 真的 那些 陳家駒說的 白人 智常 就是 垃圾 現在 全世界 包括這裡 英國的朋友 都說 覺得在中國 在香港 就真的 湧現了一個民族主義 真的 玩火 令到 反而 人們覺得 你在玩 華人 智常 來到英國 是沒有的 如果有些人覺得 因為很多藍絲 來了英國 覺得來到這裡 是華人 至上 你就問回那些藍絲 你是沒有機會 告訴你 以前 中國人 去Chanel 買了你的手袋 那些是很短暫的 那些是想做你生意 給你 但是 你覺得現在 中國人 因為習近平 這種領導之下 現在華人的地位 是提升的 我告訴你 他做完所有這些事情 華人在國際地位 只會是降低 被人貶低 因為你越是玩這個民族主義 越是人家憎恨你 但是 在英國 你沒有這個感覺 你一定是沒有華人至上 這個感覺 即是 待遇 但是 你會發覺 在對比之下 你在這裡 會住得開心些 還有 生活指數 一定沒有比香港高